由于这个车厢之前只安装了一个侧裙 所以下面咱们需要把另外一边的也整上去 在周边打上一遍特殊胶 摁上去 然后打一圈锚钉 卡特这修车方式就跟拼积木似的 尾门这块受损的位置也给他修复一下 用小锤将凹进去的部位敲平 这是又到新包裹了呀 瞧给卡特高兴的都蹦起来了 开心不过三秒 估计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咱们继续处理尾箱 打磨完事 刮上一层逆子 这类损伤的修复工作基本都没区别 跟之前C柱一样的操作 那一小块凸起的地方是正常现象 它这尾门设计的就是这样 将周边做上一层防护 然后喷上一层底漆 为了方便后面喷色漆 还要将装饰件跟门把手等配件拆出来 除了看着有点变扭外 其他都没啥问题 匹配的也挺好 两个侧裙也就花了400码内 相比换个车厢 这么处理下 可省了3000多码内 在继续下面的工作之前 卡特准备先去把自己订的拖车运回来 因为原来的那个太小了 就现在这个应该能拉三辆车 额定重量都超过2万磅了 咱们给猛禽拉上去试试 出都出来了 不逛一圈不合适啊 卡特又给这辆猛禽的性能测试了一遍 接下来就该给这辆猛禽喷个漆了 将整个车身清洗一下 然后把车子跟车门等配件拉到喷漆房 做好一层防护 调制好所需的漆色 咔咔咔就是一顿整 喷漆完事后 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许多 把这个新道的前档安装上去 将后视镜跟密封条 以及车门的一些装饰部件也都整上去 后档封玻璃卡特紧接着也将其安装好了 还有这个座椅 之前咋拆的 现在就咋给他们装回去 四个新的轮煤装饰件 对了 还有那个损坏的拉杆 咱们也更换一根新的上去 前原来的踏板不带进 卡特改装了一个电动的踏板 现在就更高级些 卡特试了一下 仪式感满满的 不过咋觉得这批卡 没必要改这踏板呀 排气系统卡特也订了一套新的 大乖听着感觉没值钱的好 将这四个帅气的车灯组装上去 再把副驾驶车窗更换掉 定制的四个轮毂安装好后 这辆19款的福特猛禽 F-150修到这里也就完工了 因为基本损伤都是车身面板 除了费点时间外 其他都还好 下面咱们开出去跑一圈试试 Oh my god What 真的